好的,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关于读写所的一些概念性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来弄一个实例来看一下读写所的使用 这个实例非常简单 我创造了几个新线程 然后去读取一个变料就行了 那么主线程我初始化了一个读写所 然后让它负责创造线程 然后等待新线程的结束 整体来说非常简单 关键是我们要在里边设置一些所 那么关于这个锁的设置中边写来边设置一下 我们打开操作系统 这个文件我之前已经写了一小部分了 节省大家的时间 因为前进的操作都是非常简单的 除了一些注释写好了以后 那么这个新线程我也简单的写一下 因为我们学习线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就不再浪费时间去给大家写这些基本的句子了 非常容易对吧 这是一个新线程的启动历程 这也是一个新线程的启动历程 然后呢里边都是打印的一个变量 这个printful它打印一个变量的 那就是一个读的操作对吧 然后呢左函数这边定义了变量 然后就开始去操造两个新线程 同时我也做出一些判断 然后最后用招待函数来等待新线程的结束 好现在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枷锁操作 因为这是一个对一个全局变量 我们number是一个全局变量 它是一个读的操作 所以呢这是一个共享区域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枷锁操作 我们首先来第一步来弄一个锁 钉一个读写锁 它是p thread rwlock-t 可以行的 然后起个名字吧 叫个就叫rwlock吧 好定义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组线程里边写将它的初始化 使用一个函数 p thread rwlock init 第一个参数呢 是你要初始化的锁 rwlock 第二个参数是属性 然后属性呢 我们就弄一个空就行了 默认的 那么同时呢 我先做一下判断吧 这是因为了安全起见嘛 如果初始化失败了 就先打一句话 init init rwlock felt 如果初始化这个锁失败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整个这个程序就不能用了 因为它是访问一个共享区域嘛 所以这个锁一定要成功 失败了 我觉得就返回就行了 好 初始化完成以后 做最后呢 我们别忘了把它销毁 那么这个初始化和销毁 那是一对一对的 所以我就写在一起 一起了 批刷的 rwlock 销毁是destroy 同样也是传入一个参数 rwlock ok 那么一旦新的现成产生以后呢 主现成就不运行了 等待新现成的运行 我们在新现成里边 给它加锁 这是一个读操作 那么我先加一个读锁吧 提帅 rwlock 读是rd read lock 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个锁给传进去 那么一旦它读加锁以后 我才能访问这个变量 读操作 最后别忘了解锁 先把解锁 这一句我给写上去 长顿的出现 让它 省得我待会就忘了 rwlock rd 是unlock 对吧 解锁了 我先来验证一下 在读加锁的时候呢 有多个线程可以同时拥有它 那么怎么来验证呢 我在第一个加锁以后 然后呢 需要让它休眠 5秒钟 然后再打印一句话 paintful slide1 over 它将要结束了 对吧 到了这一话 它马上就over了 同样呢 第二个现场 我也是 往到第一个现场就行了 先给它加锁 tslide rwlock rdlock 我们的锁是 rwlock 然后加锁往里 以后 我继续让它睡眠 5秒钟 最后别忘了解锁操作 paintful rwlock unlock 这个加锁和解锁操作 最好是 一次性写完就行了 省得你待会就忘了 然后这里边我再多打一句话 提示信息 到了这一步 那么 slide2 is over 好像这句话写的不太正确是吧 不是这些将要结束 那么现在我们写完操作了以后呢 我们的大体分析一下 再加锁以后 然后访问第一线程去访问 那么然后它休眠5秒 休眠5秒了 它就让出了CPU了 那么就回到其他现场了 主现场是不能执行的 因为它调用了这要函数对吧 那么就到第二线程 第二线程开始进来也是一个读加锁状态 如果多个现场可以同时读加锁的话 那么这个休眠5秒 第二个现场完全有机会去占用这个读锁 然后呢 打印这句话 所以呢 这两这两句话 虽然的一print number了 虽然的二也print number 这两句话应该是 基本是同时打出来的 然后呢 继续过了5秒 它也过5秒 然后加起来差不多有10秒以后吧 才打印出来他们的第二句话 虽然的一无我 虽然的二无我 好 我们来 那执行一下吧 看看效果 到底是不是同时都有个现场可以用读锁 我就不解查错误了 我直接编一下就行了 这样速度快一点 OK 没有错 直行一下 哎 大家看到了 那么现场一和现场二呢 几乎同时打印出了这个number 然后最后过了几秒钟以后 他们又同时打印出了一个over 这个结果充分证明了 当现场一拥有了读锁以后 现场二也可以拥有读锁 当然如果我们再来一个现场三 它也可以拥有读锁 那么多个现场可以同时拥有 我读状态下的 然后加锁状态 这个跟我们的linos相符合的 那么我现在来修改一下它 我不让它读加锁 我让它写加锁 我把这个2D lock改成WR lock OK 再改一下 然后下面我也改成 WR lock OK 都是写加锁状态 当然了 现在我虽然没有进行写操作对吧 里边的这些操作呢 我就省去了 我只是验证一下 这个写加锁到底能不能同时拥有呢 如果它能同时拥有的话 那么 现场一的第一句话和现场二的第一句话 会马上都打印出来 然后过了几秒 它们分别打印第二句话 那么如果只有一个现场可以拥有这个写锁的话 那么虽然第一个现场休息了 那么第二个现场还是无法执行的 或者如果第二个现场先执行了 它休息5秒 那么这个时候呢 第一个现场也是没有机会去拥有这个锁的 所以呢 最后这个结果 从里面算应该是 现场二 先打印一句话 然后过了5秒 它又打印我 然后现场一 打印一句话 然后过我们它又打印我 所以呢 每个现场它的两句话 是应该是挨在一起打的 不管是谁先执行 那么我们来编译一下 看有没有抽 好 没有抽 我们再执行一下 大家看效果 看 现场二 现在执行了 然后这时候呢 它休门以后 现场一却没有执行 看 现场二打印完over以后 现场一才有用法执行 因为只有现场二over以后呢 它才可以释放这个锁 然后现场一继续进行写家属状态 对吧 所以呢 在同一个 写模式降台下呢 只有一个现场可以拥有写状态的枷锁 那么多个现场可以拥有毒状态的枷锁 然后我们再来赶一下这个程序吧 刚才是现场二线运行的对吧 假设现场二线运行的 那么我把现场一改成一个毒加锁状态 2D 那么如果现场二线运行的话 它的两句话应该是挨在一起打 然后现场一的两句话挨在一起打 因为先有了写状态呢 因为先有了写状态呢 毒状态是无法进行加锁的对吧 如果先有了毒状态呢 那么写状态也是无法加锁的 所以呢 不管这两个现场是随先执行 那么他们两边两句printful都是在一起打印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清一下评论一下 OK 还是现场二线运行 它 它的两句话肯定是在打印在一起了 OK 现场二 past number了 然后我紧接着现场一past number了 随便用了 这个例子呢 我就不再改了 改了也很麻烦 那么整体来说呢 毒状态说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和护持量 那就是如果它是写加锁状态呢 那么只有一个现场可以拥有它 其他现场不管是要写还是要读 都无法去拥有造成了阻塞 那么如果它在读加锁状态下呢 可以有很多现场同时对它进行读加锁 后续如果再来读加锁 也可以进行加锁 如果后续来了写加锁 再来读加锁 那么先给写加锁让道 然后再往后的读加锁会阻塞 这个样子呢 保证写加锁状态呢 它有机会去执行 而不是读加锁一直去占有着这个CPU 对吧 好 关于读写锁呢 暂且就接触到这里 最后呢 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 用多现场 将一个文件1.c 拷贝三个副本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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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例子呢 主要是利用了读写锁 你看我们的拷贝的时候先要读对吧 读一个操作 然后呢 写到三个文件里边 三个写 然后总之读写状态都有了 虽然呢 有点不太恰当 但是大家作为一个列习就行了 关于这个锁的操作呢 我们在属性里边还要继续去研究 因为我们不管是哪个锁呢 它的属性呢 我们都用了空 那么再往下的一节课 我们马上就会学到现场的属性 大家不要着急 好的 这节课先讲到这里吧